罗靖、唐嫣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模范夫妻 他们从2016年公开恋情至今一直特别低调 哪怕女儿出生也没有特别隆重的宣传 只是让一小部分铁粉知道了 从两人之家变成三口之家后 唐嫣负责照料孩子 罗靖在外拍戏赚钱 两人分工明确 没有因为生活中的鸡毛蒜皮而烦恼 更没有任何要婚变的迹象 2018年10月28号宣布结婚 到今天正好是罗靖和唐嫣结婚四周年 他们没有像热恋的时候那样 停掉工作跑出去来一个轰轰烈烈的庆祝 有的只是默默无闻的工作 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 仅此而已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正在剧组拍戏的罗靖 在片场时被狗仔拍到 与张慧文举止很亲密 一度引起了热议 罗靖和张慧文正在拍摄《旷野之境》 演员休息 工作人员在调整装备的时候 张慧文将腿搭在了柱子上 罗靖见状后将左腿放到了张慧文的右腿上 两人看似是在压腿 可实际上这种压腿的方式也太亲密了 人家张慧文才29岁 还没有成家 更没有男朋友 罗靖有妻子有孩子 却做这样亲密的举动 想过女方和唐燕的感受吗 就在罗靖被拍到和张慧文做亲密举动的同一天 唐燕也正好有工作在拍摄 只见他穿着一条蓝色的连衣裙 采用束腰的设计 将他的小蛮腰凸醒了出来 散着头发 看起来特别的性感 明明荡秋千是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结果看到唐燕独自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觉得很难受 尤其是他撇着头看向另一侧的时候 仿佛看到了罗靖把腿搭在张慧文的腿上一样 神情也显得很落寞 我们知道唐燕和罗靖是在两个不同的片场工作 可结合起来看的话 唐燕这次独自荡秋千的状态确实不怎么好 不知道是因为结婚四周年 老公没送惊喜还是啥原因 或许罗靖与张慧文做亲密举动事出有因 可身为有家庭的男人就要言语律己 出门在外要多考虑老婆孩子的感受 不然的话谁放心让老公自己出门工作 这次不知道是炒作还是确有其事 但不得不说 最近很多关于唐燕婚变的猜测传出 有媒体爆料 唐燕付出流量下跌 想要借综艺或夫妻档节目来帮忙回一波写 但罗靖不同意 他只想安心演戏 为此双方没少闹矛盾 经常吵架感情生变 已经再办离婚手续 接着有网友拍到罗靖做核酸的场景 但唐燕并不在身边 一时间罗靖唐燕婚变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其实早前罗靖就曾被爆出轨 有媒体信誓旦旦地表示 罗靖出轨了自己的女助理 还拍了视频发到网络上 根据视频的内容 只见女助理一路小跑 然后挽住了罗靖的手臂 帮她整理造型 不过罗靖很快便对出轨一事进行了回应 她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回应了此次传闻 放屁滚 其实唐燕和罗靖从恋爱到结婚 乃至生子都一直是恩恩爱爱 踏踏实实过日子 然而感情总被很多人质疑猜测 甚至被传出轨离婚 不过这似乎一点都没影响 唐燕和罗靖的感情 他们私下里依然非常用心地 经营着自己的婚姻 罗靖曾说过 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是 你在作我在笑 唐燕也曾说过 罗靖给了她很大的安全感 她不自私 永远都为别人考虑 某次参加颁奖晚会时 她的高跟鞋不小心被裙摆绊住 罗靖直接蹲在地上帮娇妻整理 丝毫不顾忌现场观众 狗粮吃得撑 不仅如此 只要是两人合体参加节目 罗靖的眼神始终在唐燕身上 完美全是目光所及全是娇妻 而罗靖之所以对她爱得如此明目张胆 是因为没有人比她更明白 追求唐燕的路有多难走 他们的婚姻结局 其实早已命中注定 五年四部剧终于修成正果 说起唐燕和罗靖的相识相恋 一切要从2011年说起 这一年因拍摄《乱世佳人》 唐燕罗靖正式相识 拍戏期间 两人彼此间相处十分美好 但彼时 唐燕已与邱泽公开 可是在和邱泽的这段感情中 唐燕爱得过于卑微 她为了讨好邱泽 不惜牺牲自己 放低姿态 结果还是以悲伤收尾 2013年 唐燕和邱泽分手 同年X女特工播出 这是唐燕和罗靖合作的第二部剧 接着2015年的《克拉恋人》 还有2016年的锦绣威央 因为合作太多次 再加上唐燕和罗靖都是单身 粉丝一度质疑 他们恋爱了 但双方始终沉默 直到锦绣威央的热播 他们才公布了恋情 一公布恋情 他们便开始了时不时秀恩爱 参加活动 两人手牵手 参加跨年演唱会 他们一边唱情歌 一边含情默默地凝视对方 在私下 两人也是手牵着 并肩而行 从乱世佳人到锦绣威央 从荧幕上的CP 变成现实中的CP 唐燕和罗靖 成了最令人羡慕的一对 他们的爱情 或许用张爱玲的爱来形容 更为贴切 与千万人之中 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 与千万年之中 时间的无牙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刚好赶上了 没有别的话可说 唯有轻轻地问一声 哦 你也在这里 嫁给爱情的唐燕 幸福都写在脸上 唐燕曾说过 理想的结婚年纪是35岁 在35岁这一年 他嫁给了罗靖 一项节俭的罗靖 给了唐燕最梦幻的婚礼 婚礼上他说 余生请多指教 他说我嫁给了爱情 然而结了婚之后的他们 不再频繁休恩爱 开始变得低调 就连怀孕生子 都是媒体报道了很多次 才大方承认 甚至连彼此的生日 他们都没有公开送祝福 但唯一不同的是 每次唐燕出现在大众面前时 他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笑容 现身机场的时候 也是心情大好 脸上笑容不断 近期出席某活动时 状态更佳 肉眼可见的好 眼睛干净透彻 皮肤白皙 一个人的状态是骗不了人的 因为被全心全意地宠爱着 呵护着 所以在唐燕的脸上 看不到任何疲态 正如一句话所说 一个女人到底过得好不好 不用看她的穿着打扮 到底有多光鲜 紧看一张脸就够了 因为真正幸福的女人 眼睛里都有星星 嫁没嫁对人 看脸就知道 就像唐燕这样 结婚四年了 她还是从前的那个女神唐燕 曾有人问过唐燕 为什么会选择罗靖 唐燕是这样回答的 因为她让我觉得 我是最重要的 罗靖就是唐燕的幸福 好的爱情 就是让你够幸福 有人说 行走在人间 最幸福的是 莫过于找个合适 且温暖的人 过一生 正如唐燕和罗靖的爱情 美好又动人 在时光流转 与岁月的变迁下 他们依旧保持着 最为美好 最纯粹的心境 花团锦簇 我的眼里只有你 我想牵着你的手 慢慢变白头 在纷纷扰扰的娱乐圈里 这样一份感情令人羡慕 而张若云和唐一新的爱情 也正如唐燕罗靖一般甜蜜 当年 俩人在红绿灯处 两侧寡蹭 成了两个人缘分的开始 为了纪念和唐一新的第一次相遇 张若云家里有一个红绿灯的摆设 恋爱后 俩人一直都很低调 但张若云的微博里 处处都有唐一新的影子 张若云曾发了一条微博 关于她的备忘录 里面记录着关于她的点点滴滴 2017年 两人公开恋情 2019年 这对相爱了九年的恋人 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两个人的婚礼定在爱尔兰 因为这个地方是不允许离婚的 婚后的他们选择低调中享受幸福 如今生下可爱女儿的唐一新付出之后 笑起来眼里仍然充满爱的心性 婚姻带来的幸福感藏都藏不住 时光赐予我们倒不走的爱人 而你赐给我时光 不负时光的爱情 不负亲的婚姻 执子执手 与子偕老 写在最后 某户上有网友提问 你觉得好的爱情具体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正如唐燕和罗静 张若云和唐一新的爱情吧 初见乍欢 九楚怦然 时光往复 爱你如初 尽我所能 尽你所能 尽我余生 尽你余生 最好的爱情莫过于 遇见你之后 我以你为安 有幸与你相爱 余生为你而来 牵手走过繁花 走向平淡 直到世界尽头 最后 也愿我们所有人 都能够遇见那个 让我们三冬暖 春不寒的人 走向平淡 遇见你 快丧 快来 尽我 快说 速速速配